哈喽大家好 今天做个老干妈炒腕 切点培根 培根切成一口的大小 切点青瓜 青瓜也是切成一口的大小 切点葱蛙 切点洋葱 把洋葱切碎 打两个鸡蛋 鸡蛋稍微搅拌一下不用搅拌均匀 这样味好吃很多 炸入细温之一茶匙的盐 淹一下青瓜 让青瓜出一下水 青瓜淹了三十分钟 我们用清水冲洗一下 用虫王子抹干水温 把锅烧叶炸入两汤匙的油 炸入皮筋 把皮筋稍微炒一下 炸入洋葱 把洋葱炒香 炸入洋葱 鸡蛋 把鸡蛋炒至八层锁 然后炸入一杯的米饭 我这个是新鲜饭来的 用中火炒 用中火炒至大火炒碗 我这个温量比较小 锅的温度超高 我就用中火炒 自己看着调节吧 炒碗火力要够哦 炸入八万只一茶匙的盐 2.5汤匙的玉米 少许葱蛙 弯炒蒜圆 炸入青瓜 半汤匙的老干嘛 弯炒蒜圆 注意青瓜要最后柴加上去哦 青瓜炒出水了 把弯打死就不好吃了 好香哦 克力温明 谢谢收看 再见